Hello,大家好,我是Jane 我是非暴力沟通工作坊的毕业生 从这几天的学习里面 我有看到就是自己以前一直觉得 没有被了解,没有被理解的时候 原来我是没有真正把自己的需求跟请求讲出来 所以往后的生活里面 我会很希望在这一方面下功夫 然后另外一个学习呢 就是原来我在跟小孩沟通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都没有顾及他们的感受 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工作坊 让我看到了自己在沟通方面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过后会好好的练习 然后我也很感谢有一群的伙伴可以支持我 在这个工作坊里面就提醒我一些 我自己比较看不到的忙点 所以我要感谢这个工作坊 谢谢你们 谢谢